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先前好多的讨论 讨论到了棉花糖实验 怎么能够不干脆来研究一下下 它里面有些什么英文可以学呢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网站就是howstuffworks 是一个我以前还蛮常造访的网站 要是我对一件事情不太知道怎么运作的 上面都会有一些 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是 you know how it works 所以还算是一个蛮科普的好地方 那你看到这个marshmallow 你看我也算是有点直接破题 因为我这样说 我听到这个实验 我早就知道 然后我听了一些那个 台湾的一个podcaster 他们去讨论这个事情 那讨论这个podcast做的人 正好是那个朱家兄弟 就是朱家安跟那个朱又勋 是念作朱又勋 我不知道我中文有没有念错他的名字 因为有的自我都认识不够深 那这两位兄弟 他们都是那个读那个社会科学的 那尤其朱家安好像是心理学 不对 哲学系的靠北 差点讲出人家科技 然后他们在讲的时候就讲说 这棉花糖实验有很多 有很多那个pitfall在里面 有很多做科学的那个态度上的那个 不严谨的地方在里面 那的确也是事实 那后来他们还重复做了一次这个实验 在18年的时候 那的确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conclusion 那朱家安就提了一个论点 我觉得相当有趣 他说的是 如果小朋友撑下来就不喜欢吃marshmallow 不喜欢吃这棉花糖 那这个实验对他来说 一点都测不出他是不是有会成功 好我有一点点跳得快 要是你不知道这实验的话 你可能目前还不知道在说什么 可是我要讲的另外第一件事情是 我刚好像已经讲了几件事情了 对不起 有时候我讲话跳来跳去 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是 这个糖叫棉花糖 对不对 你应该知道这叫棉花糖吧 就是有时候我们露营的时候带去吃 然后可能在火上烤 烤一烤不小心就烧起来了 那这个糖还会用在像例如说 泡咖啡啊 或什么这些的 他可能可以取代真的糖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他会慢慢因为咖啡热而融化 所以也蛮可爱的 所以这个玩意儿叫做棉花糖 他的英文叫做marshmallow marshmallow 那那个朱家安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说 他说你如果现在给我一个棉花糖 然后要我15分钟不吃 等一下给我两颗 他也会吃不下 因为他脑袋中浮起了棉花糖 是夜市里面那一种 给你一根棍子上面一大球的那种棉花糖 他说那个你给我两颗也没有用啊 我第二颗也吃不下 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所以可是问题就是 人家讲的不是那一个棉花糖 所以这事实上是语言翻译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两个都叫棉花糖 好那另外那种叫做cotton candy 所以这里的cotton candy 这个cotton真的是棉花的意思 那我们吃的那一种一大颗的 有一个机器滚出来的那一种 那那个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像棉花 叫做cotton 所以再强调一次cotton candy 是拿一只棍子上面一大颗的那一种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一种东西 虽然中文也叫棉花糖 或许有别的名词你也可以告诉我啦 但是据我知道它也叫棉花糖 它的英文其实叫做marshmallow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去 今天我们蛮多词可以学的 我觉得蛮棒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验到底能教我们什么英文 来所以来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这个image images of preschoolers staring longingly at a single marshmallow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影像 这样的画面 这画面就是 preschooler 就是你知道学龄前的小朋友 就longingly就是很渴望着 很渴望的看着一块marshmallow 你看过这样的画面的话 那很高的机会 你看到的就是在讨论这个实验 so chances are chances are good chances are high that you caught a glimpse of the so-called marshmallow test 所以你就看到了一眼 就这个画面 是看到了这一眼 这个俗称的棉花糖实验 所以这里有一个glimpse 就是看一眼什么东西 you get a glimpse of something 这个so-called就是所谓的 所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棉花糖实验 那它是在50年前进行的 所以conducted about 50 years ago 50年很久了 对不对 那这个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preschoolers' ability to delay gratification when presented with a choice of having one marshmallow now or waiting a period of time and having two marshmallows later 所以这一句话就把整个实验讲完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实验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浅显易懂 所以我们终于进入到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棉花糖实验的话 我们这句解释完你就懂了 好 所以这个experiment被设计来 是要来去examine 来审视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学龄前的小朋友的能力 什么样的能力 来delay他的gratification gratification 我知道我们这个翻译成就是延迟享乐 所以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来去延迟你的享乐 so the ability to delay gratification 当它被呈现在一个状态下的时候 这个状态接下来说出来 when they are presented 这里they are神调 这边算是有点分词构句 when they are presented with a choice 有一个选择 选择of后面接的就是a或b 所以这边的of之后 先来了a or后面是b 那你看这个写法 写得非常正确的英文 它的or前后都是同样词性的东西 so a choice of a having什么什么 or waiting什么什么 ing ing 这都听懂 所以两个选择 第一个having one marshmallow now 你现在吃一个 or waiting a period of time 等一段时间 and having two marshmallows later 第二个还有了 又有一个a跟b 有没有看到 waiting and having 所以等一段时间 你可以吃两个 据我们了解是15分钟 你如果能等15分钟 你能得到两个 那由这个来理解 孩子有没有能够delay 延迟享乐的能力 那他们说的是 这个东西是一个指标 来指标他日后会不会成功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indicator这个字 好 这一段我们要看 所以 the marshmallow test was more than just amusing video footage 所以它不只是 就是很 很搞笑的这个 影片的这一些片段 这样 video footage 那为什么叫amusing 因为你会看到那些小朋友 就是 哦 我好想吃 啊 不行 我要冷住 所以你会觉得 铺斥一下 amusing researchers later suggested that passing it could be an early indicator of a child's future success in school occupation and even life in general 这句话 好 所以researcher 研究员 后来他们就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能通过这个考试 passing it 怎么叫通过啊 就是你能等这段时间 然后得到两个 passing it 会是一个early indicator 它是一个就是早期的一种指标 indicator of what 指标出什么东西呢 一个孩子们的未来的成功 在这里 这里 甚至那里 各种方面 所以在学校 in school in occupation and even in life 那三个印 全部放在前面这里 共同分母提出来的概念 in school occupation and even life in general 所以一般来说的 学校啦 生活啦 工作啦 这些的 so those findings have come under scrutiny in recent years 而这一些研究的结果 大家都有去审视它 have come under scrutiny 所以这个片语蛮重要的 也就是有被大家用放大镜来看 所以这个scrutiny come under scrutiny的概念 它的动词是scrutinize 我们其实常常这个字 会用在媒体身上 所以媒体是在监督政府的嘛 对不对 监督公共的作为这些的 所以scrutinize 多半用在这里 可是不是仅限于用在这里 用在其他地方绝对是OK的 像如果你对你的老婆非常控制 你要把她手机每天拿来看 看她跟谁聊天 这也是一种scrutiny OK scrutinize 好 Anyway 所以这个有被大家看 but the study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beloved piec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所以最近有被大家放大审视 可是这个研究仍然是 就是大家很爱的一个社会实验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 一个好案例 这样子 All right 然后甚至他们有说 这个东西去测试 就我们测试这个人的这个wheel power 也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 他们还说看能不能在动物身上来看得到 这蛮搞笑的 不过我们这个就不看了 那来 那它怎么work how does it work 我们来 再看一下去 看一下confection这个指数研究在哪里 好可以 来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the research 所以它是在1972年 真的很久 在我出生前五年 so included hundreds of children 好几百个小孩 most of whom were between the ages ages of four and five 大部分四到五岁 ages of four and five each child was presented with a dilemma 所以它把这里稍微再说大一点点 说得复杂点 所以每个小孩都被呈现了一个两难的处境 with a dilemma having one marshmallow now or wait 15 minutes and have double the number of confection 所以要不就现在吃一颗 或者你等15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两倍 have double the number of confection 所以confection这个字 就是点心糖果 ok confection 好这个字可能比较少见一点点 你所知道的大概就是candy 那你现在知道confection so after being posed the question by the researchers the child the children were left alone with the marshmallow to contemplate their decision 所以难的就是 现在小孩子会被放在一个 独处的环境下 所以你在独处下 还能不能这么坚持 真的就是看个人 所以在被 给了这个问题之后 after being posed the question by the researchers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were left alone 所以小朋友就被留在那里 ok with the marshmallow 所以眼前就是这个 marshmallow 然后他就要来去思考 他们的决定 contemplate这个字 就是去 城市去思考之类的 那你就会看到小朋友 oh天哪 right so some children eat marshmallow as soon as the researcher left the room 所以有些小朋友 直接就吃掉 right while others squirmed in their seeds trying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而另外一些小朋友 squirmed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字真的好生动 就是在外面坐立不安 eh squirm 这样子 这个动作就是 squirm ok你的屁股在那边 好像扭来扭去的 所以squirm in their seats 在座位上squirm着 试着来抵抗这个诱惑 然后这个video footage 就蛮好笑的 他说的是 excruciatingly cute 一般来说excruciate的意思是很痛苦 所以excruciating后面会接的词 往往是pain这个字 我们就写一下 通常excruciating 后面都加的字 pain这个字 可是他这边讲的是超可爱 可爱到你看得好痛苦 蛮有趣的这个写法 所以影片有 大家连结可以自己去点来看 好 所以他们就说 这很重要啊什么这些的 这可以预测他们未来的发展啊什么 这个就先算了 好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是没有的 我们再看 再看几个 under the bus yes ok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一个新的研究 就把他这边的这个假设 这个premise 就是他的一个前提之类的 of the 1999 follow-up study under the bus 所以好像其实1990年 又做过一个premise 那这个premise 我们跳过没看 但总之18年的时候 又把这个premise干嘛的呢 我们这里要看的片语就是 throw something under the bus 这个片语 你如果google它 你会发现 已经有些地方解释过 给你看 给你看是什么意思 把什么东西丢到巴士底下 那你可以想象是什么后果吗 他当然就被巴士撵过去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把谁或把什么东西丢到 throw something throw那个东西 under the bus的话 就是 好 这边我们 我稍微有讲一下 就是你去批评一个东西 去责怪一个东西 或者甚至惩罚一个东西 而且 而这么做 是为了要来 来躲开 blame 就让自己 不会成为大家 责怪的对象 所以就推罪给别人的意思 或者你 或者你是要得到一些优势 so you do this to avoid blame or to gain an advantage 这就叫做 throw people under the bus throw somebody under the bus 所以我们想象一个情况好了 你跟公司的另外一个同事 决定要在开会中提出一个什么提案 然后你说 那提一个人提另外一个人 一定要举手支持 好 没问题 我支持你 结果没想到开会过程中 老板发一点脾气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们就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你说 到底要不要提 现在时间好像不太对 然后你的同事就 不管我他妈还是要提 所以他就举手开始讲 然后这个时候 讲完了之后 他就看了你一眼说 你看 就总经理你看 就这个谁谁也支持我这一点 然后你就说 哦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我不觉得你这个东西 你就把人家throw under the bus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就叫做 throw somebody under the bus OK 好 听懂就好 有时候我举例子都举太长了 但无所谓 所以有一个study 他就throw这一个 follow up study under the bus 他的premise better throw under the bus 所以 这里再说 我觉得下面这个 就真的好重要 我们现在把它看完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 所以 这里说 这个18年的实验 18年的实验没多久 才四年前而已 so was designed to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more than 900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races ethnicities and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太酷了 所以 他设计出来是要能够 更代表着我们的普罗大众 so it's designed to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eral public 所以我们的general public 没问题 更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所以with什么东西呢 超过了900个孩子 从不同的races 种族不同 ethnicity 族裔不同 所以不要说 大家如果 里面有一堆黄种人 那黄种人 只是 也肤色是黄的 他的ethnicity 可能不一样 例如说 你有30个韩国人 然后20个台湾人 然后50个中国大陆人 60个日本人 这些就是不同的ethnicity 不过我们都是yellow 这样子 都是黄种人 以及还有父母的教育程度 你看连父母教育程度 也都会考量进去 那就表示 连家教都会考量进去 好 所以research is found 不过我还是觉得 他里面 就像那个朱家印 他们提出的疑虑一样 要是小朋友本身 不爱吃棉花糖 你要怎么办 你不能假设 小朋友都爱吃甜的 好了 anyway 或许你要有算进去 只是他没写出来 所以我就批评一下 那我也没看 他实验的文本 那就算了 so research is found only limited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children who were able to delay their gratification in the marshmallow test fared better in life 所以证据是很有限的 ok 证据是很有限的 那取而代之的是 我觉得下面这个 才是重点 instead they discovered a child's socioeconomic status 或者称为SES to be a stronger indicator of long-term success 所以这才是一个比较强烈的指标 指标出他们的长期的成功 什么东西呢 他们的socio economic status 是什么 社会经济的地位 所以一个小朋友 他在社会 哪一个社会经济的高度 说穿了也就是他的父母 所以要他父母两个都白领阶级 然后他从小长大一个 一个优越的环境 金汤匙 银汤匙 出生的小孩的话 他的socio economic status 就是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小朋友 他是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是一个比较强的indicator of long-term success 我们往下看 For example It may be that children from lower SES families may perform worse but for reasons that have to do more with those children having learned that waiting for things really works out and so their environments might actually promote taking smaller rewards more immediately 好长的一句话 不是很好懂 来我们把这句 好好的看一下 我觉得他讲的 非常的道理 所以举例来说 可能就是小朋友 从这个比较低 的社会经济的 现况的家庭 他们可能表现比较差 may perform worse 可是他们表现比较差 也就是不愿意等 他们没有 delay gratification 的原因 for reasons that have to do more with some more than with some have to do with 什么 这个片语应该知道 就是跟什么有关 对不对 所以他的理由 可能是have to do more with 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理由 可能是跟这个比较有关 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些孩子 你知道more to do with with后面得接 不能句子 因为with是介细词 所以那些孩子 已经有学到 等待 通常 没有好下场 ok 因为那些孩子 学到了 those children having learned that waiting for things rarely works out 等待 没有好下场 而眼前有什么小利益 先抓来再说 这是他们的 丛林的生存法则 and so their environment might actually promote taking smaller rewards more immediately 他们的环境 可能promote的东西 就是一样 就我刚刚说的 有些小reward 拿了再说吧 因为你等下去 人家也不一定 真的会给你两个啊 我相信有些孩子 心里面一定是这样想的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 你真的可以想象 这种lower economic social status的 I butcher the word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的这样的小朋友 他的父母可能说 你乖啊 下礼拜带你去什么什么 你现在先不要吵 然后他就说 好哦 爸爸下礼拜会带我去什么什么 结果爸爸下礼拜说 对不起啊 我下礼我要double shift 我要赚钱啊 不要跟我吵了 ok 然后爸爸就生气不理他了 因为人家经济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等待不见得一定能有 人家承诺给你的后果 听起来好伤心哦 说真的 可是我这个实验 听起来这样 比较fair一点嘛 right 好啦 我们讲了半天 希望你有学到点什么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 自己感觉做的还不错 因为我们不只看到了一些词 我们还把这个实验的英文版 大概知道看了一下下 也是很基础的而已 我还是希望同学 你有兴趣的话 点开下面的连结 自己把它读过一次 那才是更好的学习 ok 好 那大概也不用复习了 今天这集做蛮长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